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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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22日 仍然是通胀战略 即是目前四处点火头 以及 啊 美国左支右撮 真是呀 你计算 那个钱银呢 你说哈姆斯那些 不难处理 问题是 他点出来的鱼波就很大 就是这个胡塞武装 有五角大楼的官员 已经和你计算了 再加上西方社会 从来都没有齐心 就等同一战之前 这个国际联盟 Leak of Nation 说就说共同协防 但是很多东西 全部都是美国做的 主要有喜事上来的时候 你又炸戒衣 自己债台高足 诸如此类 打到他门口了 乌克兰了 欧盟都可以无动于冲 暖风吹得油人醉 直把杭州作变州 长此以往 对美国是非常不利 美国是疲于奔命的 你有多少只手啊 而且 似乎中国 是看通了这个美国的罩门 就是代理人争战 代理人争战的意思呢 你又不会去拿人家那些地方的 于是乎 他又功敌之必救了 好吧 这里说最近这个胡塞武装 就是伊朗的马仔 发射这个无忍机 甚至乎利用到黄丐的虎肉计 特意攻击这个香港 香港的货船 你看看香港的这只船 一定不是我们做的啦 而美国就算怎么维护这个 旁渡的自由畅通都好 你都不会攻打这个也门的嘛 而人家就躲在那个地方 有了shelter 有了掩体 守着在个门口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欲从此路过 楼下买路前 你如果又好望角那边走的话呢 你是需要增加差不多四成的运费 而美国能够做的 又是那些咯 整对正义联盟一起啊 晒马 但是晒马的咯 不是拿来打的哦 看得就不打得了 那么话说 美国组合十国一起去护航 针对这个胡塞武装 而胡塞武装呢 那他们的声明就是要支持这个 哈姆斯抗议以色列攻击加沙的 所以今时今日以色列遇到的压力就更加大 维山九印功亏一季 随时呢 又放过那些哈姆斯的了 过几年再斩杀他那些以色列BB 就是找焗炉啊 看鬼那些BB仔 啊 大肚婆各样 那没有的其实 啊 世界上有很多的邪恶和平分子 支持这个停火我都是那句啦 其实是应该将这些人呢 那我包机啊 给他们飞到过去加沙那里 帮这个哈姆斯呼吁和平 深入敌阵是不是 和平 当然去前线去呼吁就最好的啦 在西方国家那里呼吁些什么 是不是 就是等同环保少女那样嘛 你要支持环保很简单的 京蛤次秦皇啊 啊 手印了这个普京和习近平 全球的二氧化碳即时减50%啊 跟你说 要不需要给那把鱼翔宝剑呢 Anyway 虽然 美国的曬马啦 已经组合十国一齐护航联盟 但是胡塞武装声言是不会退却的 你够胆攻进来吗 不够胆啊嘛 他就跟你说啦 现在 啊 目前 会12小时呢 就进行一次海上行动 看你有多少商船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算 你有些公司冒险肯行啊 保险都不会受理 保费也都增加很多啦 还有西方国家都不是全部合作的 美国的呼召啦 法国国防部19号时候表示 就是默克隆那些啦 会尽可能帮手的 不过呢 那个海军的行动是受国家指挥的 未必关他们事的说 不属于国防部的范畴啦 啊 你找个另一个谈啦 法国人好聰明这些的 你问他A部门他又踢你去B的 胡塞武装啦 学习了中共的文宣 大家学习啦 他的声明表示 美国早见的多国部队 没有正当理由之下呢 将鸿海军事化政治化 以任何试图扩大冲突的人 即是美国啦 是不是 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啊 后果自负啊 同时啦 他表示胡塞武装 啊 对支持这个哈姆斯呢 立场是不会改变 不过他不是说支持哈姆斯 他是说支持那些巴勒斯坦 和加沙受压迫的人民 那看一下有多少犹太人都加入 他那个立场啊 有的啊 有些犹太人支持的 就是觉得自己都是抵死的 你当灭族 是不是 那OK的咯 我们又可以支持一下他们 反正 他们都有自取滅亡的基因啊 那他们喜欢自取滅亡 我们没理由不支持的嘛 而且目前啊 无论联合国又好啦 那些表决又好啦 甚至乎 新卫星都转态了嘛 加入这个法国和西班牙的那个立场啊 就算内塔尼亚胡多么强硬 说到说就算要对付全世界都要将哈马斯殲灭 但是你现在可以做到这件事吗 现实就是这个苏仪士运河目前呢 已经进入乱局 其他西方世界看钱分上 一定会踢他屎屎的嘛 最讽刺的就是啊 有一些食物或者药品啊 打算经过这个苏仪士运河进入加沙地带 都因为胡塞武装的攻击受了哦 那没有的 这些就叫无差别对待嘛 当你想殲灭哈马斯的时候啊 就消灭了一些巴勒斯坦人 同样的啦 第一 这些巴勒斯坦人是拿来做炮灰的而已嘛 站在胡塞武装和哈马斯的立场 第二 这个就算布林肯他自己都知道的 受人钱财就替人消灾 就是胡塞武装是收几饭钱的嘛 包括有伊朗有中共有俄罗斯 握手要道的时候 你又不够胆攻入也门 他三不五时复发 就好像一个岩肿瘤那样 你几多国护航都没用啦 而站在中共的立场啊 在苏仪士运河那里 搞这趟乱局 第一 他就可以推升全球的通胀 令到西方民怨再度 民选国家 在通胀的时期呢 就必定是会 比较亲左派的 供人权益嘛 所有的左派上台的时候 逢左必共 将来必定是修正政策 这地方各下有一些各下有一些的啦 第二 就分散了西方的兵力 走到去苏仪士运河那头 那无论是台湾或者普京都好 都减低了好多的压力的哦 第三 怎样去对待也门的这件事 都有几种不同的操作方法 有一些呢 就认为以色列应该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法 放过这个哈密斯 也就是法国和西班牙 他们觉得这样就可以维持回和平了 那一来就不现实啦 因为内塔尼亚湖不肯收兵 二来可以这样说 就算收了兵也好 哈密斯又来过的了哦 下次又重新操作一次 在和平音乐会里面 将那些邪恶和平分子又看过又斩杀又做人质 现在都还在捉紧的 那利用到西方那些人质呢 要求他们停火 好成功哦 停下又一些停下又一些 结果哈密成功呢 就再度在那几日间增加防御公事 以色列总统的儿子都死了 还有最近又有一次行动里面呢 为了救几名人质而已嘛 那就没了几十个士兵了 此消彼长 啊残忍会战胜归来嘛 因为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大家有看过雷亭救兵 内地的译名是拯救大兵雷恩啊 他们就用了整对人 为的是营救一个军人世家里面的一个的男 但是整对兵里面呢 好像只有一两个回到去而已 人家一个换你十个哦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激感啊 而且 西方国家目前呢 是非常之不齐心 这里 美国要求派军舰前往这个红海 护航商船 但是澳洲国防部呢 就是最没事发生的那个 阿尔巴尼嘛 跟中国好friend 最近才有个潜水员呢 被中共的声波炮震伤 狮子敲啊嘛 不过又没了一件事啦 而你又明白他们的想法的 关我什么事嘛 你说英联邦各样帮手 他条航线都不在那里 他不用苏仪市运航就兜一下圈咯 他那条航线没什么所谓的哦 又无谓得罪伊斯兰世界啊 就是独善其身啊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 就强调啦 今次呢 是美国政府 对所有人发出的要求 就不是对澳洲发出的特别请求来的 而澳洲的首要任务呢 就在区域里面 所有的澳洲媒体都预测啦 阿尔巴尼呢 应该都是独善其身 不会派这个澳洲军舰前往红海的 虽然个评论非常辛辣 因为这样做 就等于向世界发出讯号 澳洲就不再是全球安全的可靠贡献者 是一个胆小和孤立的政府 so what 第一样东西就是呢 莫里森已经不在了嘛 那你亲左派的时候就是亲共咯 第二样东西啦 经济利益上面 他说更加不像欧盟 欧盟都说会派着男队走过去的 因为那里是他的门口来的嘛 等于春秋列国时代啦 周天子召唤诸侯啊 有利益分的时候那些诸侯国就来啦 没有利益分的时候就结姬故结姬啦 那我们又看一下澳洲媒体股的准不准啦 他们都看死这个阿尔巴尼啦 那话说欧洲方面呢 就比较积极啦 红海情势恶化 英国的驱逐艦加入10个突兼小组 去到红海护航 目前繁名守护行动的海军呢 就包括英国 美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 挪威 加拿大 巴林 蔡直尔 数据上啦 12%的全球贸易額 30%的货柜啊 都会行经红海 12月15号 面对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攻击 航温巨头 Mars 阿匹奈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 CMA 四大巨头都加入这个暂停的行列 又是冬季 临近圣诞 那大家可预期的就是那些货品 又会贵了啦 同时间油价方面啦 如果大家有留意国际油价 近日又有68元一桶 升到73元一桶 升幅8% 今价也都上涨 意味着局地不稳啦 穿了2000了啦 经济上他已经达到了那个目的 引发这个通胀 那没有啦 你一日不将他救治的时候呢 他也可以死灰復燃 不停全球去点这个火头 我们说中国是有一条万里长城的嘛 不是physical的那一条啊 而是ethical的那一条啊 无论美国怎么这么窄窄跳都好 中国是看准一点的 他是没可能民主国家就出兵的嘛 是吧 那他只要在一些最关键的位置里面 就是可能有空给一些分泰理理啊 有空又倾销一下去你的社会啊 又制造一下那些真主伟大的治安不稳啊 此消彼长那真是东升西降 那这里随时胡塞武装这一东西呢 被他扳回一局的 那五角大楼官员呢 他又计过啦 用210万美金的飞弹 去拦截那些淘宝无人机 一架淘宝无人机多少钱呢 2000美金 胡塞武装雅门叛军 叫做青年运动 发动的无人机和飞弹攻击 可以说是完全参照了乌克兰的玩法 很可惜 胡塞武装是伊朗的嘛 伊朗就是中共的朋友啦 整套东西被他抄了 所以当日我们说说 俄罗斯呢 怎么这么节节败退 人家可能就只不过是拿参数的 中共已经制定了一个15年的 统一全球计划 他不需要急于一时 因为话说这两个月来 美国的海军驱逐舰呢 在红海那里击落了38架无人机 还有多架飞弹 这个成果人命都不需要 2000美金就换了你210万美金啦 就无怪乎那些共和党的议员 一直都不肯批那些budget 又说你这里使得不好 那里使得不好 就是不得effective 不得有效 那又对的 但是他们批那个战场在乌克兰 人家其实是最effective的啦 以小胜多你还想怎样 反而红海这里 你如果不攻入也门 将胡塞武装城之于法 那他有空搞你一搞你都是死的 他就是算准你这点 这些就是超限战的精髓 前国防部官员中央情报局 这位是McMuro 他又指出啦 继续这样的策略呢 一定不能够持久的 因为不符合成本效益 就算你击下去多少架无忍机都好啦 到最后都是他们赚钱啦 诶 亦所以啊 这个模式抄了到中共那里呢 是拿参数的而已 可以说是攻击台湾的南本啦 到西方国家消耗到差不多呢 就是习近平出手之时啦 不一定是选举前后的 他都说没有时间表啦 什么时候啊 拿完参数啦 觉得无忍机work喔 那就会铺天盖地派那些无忍机走过去轰炸台北啦 现在是同时间竞赛 胡塞武装的这个举动呢 以色列面临的压力又大点啦 猜不到的嘛 自己西方的盟友都不支持他 就是似乎要他们再灭一次族啊 又玩多次毒气室 才可以有一定量的支持啦 你是不明白的 近年来西方世界就将犹太人呢 等同了这个财富 又等同了资本家的剝削 你哈佛啊那些都是非常之 有那个反游的情绪 包括校长同学生 那你说了 校长都这样你不是教坏人啦 那但是没得怪他们的 为什么啊 是犹太人自己去支持这些 这样消灭自己的思想的嘛 那只能够说是自取灭亡 那目前同时间竞赛来讲呢 以色列是非常之不利 因为他们地道战似乎呢 都会功亏一轨啊 那这里根据地道战的专家讲啊 由地道战的历史研究来看 以前苏联和阿拉伯达啊 越南啊 诸如此类那些啦 讲到现在发现地道那个数量 和大小的时候呢 再计算了哈密斯那边那些的尸体啊 以及地道那个长度 炮弹的数量 再加上哈密斯是提升了那个质素的 里面有很多的挖掘工具和钢材 之前呢就以为哈密斯那个地道的深度是30米 结果就找到另一条是50米 甚至乎好像越南那样的 挖了成100米 有词无孔是不是啊 他们最主要就是拖延时间 拖多一排啊 西方社会呢 又会走多几个谭德塞出来 又说他债医院又成 那以色列啊 最后都是面懵懵要撤军的啦 你看到那个迹象就是这样 就不在乎哈密斯有多么残忍 以色列使几多人的 就在乎舆论那个风向 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之不利 跪杀人不见血就是哈密斯这一步棋呢 中共是厉害的哦 你见油价又升通胀又升 2022年时候啊 当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时候 大家都讲这个通胀 2023年啦 又讲多一次通胀 不就是那句咯 以为得一席之安枕 喜事四景 而巡兵又致熱 人家想灭亡你的嘛 还走去集拜会 那就释出了一个软弱的讯号 那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好今天讲到这里